我覺得香港政府成立的民政事務局 曾德成應該打罷了 他沒有做過事情 他只是去河蟹 去到大陸都沒有興趣 其實他是政治 收買街坊保障去壓社工 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我們有哪幾個局是保存的 民政局首先要問責是否做事 如果曾德成要做事 他真的想做事 他要問政府拿錢 要聽不同人的意見 在大陸傳謀 這樣又接到資訊科技局 可否開放大陸電波 是整個政府 市政局 他們要有場地 沒有做事 要說 很簡單 我覺得有些文化人都是 阿哥 你這麼喜歡粵劇就做 你不做 有多少人真的有興趣 我真的對粵劇 我現在年紀大了覺得挺好聽 小時候真的不喜歡聽 因為我們受了西方音樂的分圖 教育局察人 不應該在小學教大家欣賞粵劇 我們小時候教西樂 我們不像粵劇的小時候起床 那時候要吊聲 古老的東西不是保存就保存 你給時間 那時候吊聲都吊兩個小時 吊喪紙 要做事 你會看唐笛聲的劇本 有人會看嗎 整個文化變成工業 變成大量生產大量銷售刺激 官能刺激 不停令你有消費意欲 那粵劇當然是糟糕 因為他不適宜大量生產 亦不會大量有人去買 又不能夠太感動 因為他死了 他的劇目死了 你找粵劇寫一套 關於香港的現實心的東西 真的寫不到 即是有人去做才行 你經常做唐笛聲的劇 你不可以做梁聲的劇 你看到你 你會用你隔 當然藝術有抽象昇華 可以說人性 但離得太遠 Rock Opera在外國 Opera繼續做 有Rock Opera 是否要變 但粵劇本身也曾經有更新的歷程 其實這100年才引入西樂 大約五六十年開始停止了他進步 原因很簡單 就是語片仆街 香港發展 粵劇太過長 看一萬 由六幅大風扇看到完 要看四五個小時 借都咬幾樓 你明白嗎 所以近期還截止氣 現在有的 戲服也廢 就像聲樂這樣做 語劇本身已經變成聲樂的表演 那些關木、造手 都不肯洗 其實很簡單 西方的歌劇不是適媚了 其實適媚了 你覺得歌劇加幾樓 你救了一隻 一個Rock Star那麼厲害嗎 其實我們看到那些歌劇 有幾個唱得好的 我們認識他 作為一個大眾消費的賣點 Purferotti那些 其他人哪有理會 你救他 不會理會他 所以資本主義制度下 他好像一個吸盤 將所有的資本吸進去 然後建立一個 無遠分界的網絡 銷售網 將所有全世界有差異的東西 將它模式化 荷里活就是這樣 拉丁美洲導演來 我簽了你 你幫我拍片 不要太美洲化 要大家看得懂 要大家看得懂 是嗎 網絡 銷售網 發行網 人才被網絡 有一個 過程 你發電影 沒理由只在歐洲收得 亞洲不收得 所以我們看到 有中國的演員導演進去 吳宇森、李連傑等等 將我們的元素 要吸引進去 如果不是叫吸引 也是 合作 那便會變成世界性的商品 是嗎 我只要你跳跳紮紮 所以周星馳很難紅 因為周星馳是語言 李連傑和成龍 大家可以看到 沒有到 是嗎 所以周星馳是難的 是嗎 難一點 所以紅來紅去就在我們的語區 如果香港人真的要保存自己的文化 其實有兩個大敵 另一個就是資本書的文化 因為保衛粵語 覺得中共不對 亦都覺得我們廣東人在說一下 隔幾天就沒有了 其實資本主義對粵語的保存有些功效 是怎樣呢 因為周刊現在用大量用粵語寫出來 你明白嗎 以前我們看的報紙 是用普通話寫的 現在你試試去考會考 用粵語寫 是否用零雞蛋 刺到你暈 是嗎 所以這個問題是 我覺得語言問題很複雜 不可以說 有一個萬全之刺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可以用公權力或資本的力量 去令問題更加難解決 令到那些弱勢的人 或者是那些用家 即是說說話的人 是更加差了 從長遠來說 人類文化的累積承傳 到到這個昇華迎結 是很長的事情 不是我們現在可以 預先為他們決定 其實是否在這個 有些群情洶湧的時間 其實大家如果 譬如廣州的民眾 他們很難在網上 有些很深入的討論 因為你一提出來 就會被人殺害 不是很簡單 其實這就是一個專制政權的問題 全部禁止了討論 因為那些人 任何一件事都會變成反政權 因為政權就可以理你 你明白嗎 所以禁止很清楚 在香港政治也是 民建聯和那些人說 你長毛一 甚麼都會反政府 是因為你要干涉 進來 你明白我說甚麼 任何一個社會問題 經濟問題 文化問題 是一個專制半專制政權 很快就變成政治問題 問題是為何你有權決定 我沒有權決定 為何他討論是不同平台 我說十句都沒有用 你先說一句有用 為何你說話 曾蔭權去辯論是要出電視 我們這個辯論不是出電視 全部都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是禁止了 因為專制政府 我們要付出 專制政府和半專制政府 付出的代價 第一就是一件事 就是所有都被禁止了 這個專制政府要令所有的人 更加蠢 才可以生存 付出的代價很大 不是純粹有沒有這杯水飲 有沒有麵包吃 不是這樣 如果你連這種精神都沒有 你是反抗不到 現在香港民主運動的犬儀 和遵從那種買版文化 會考高材生來搞政治 就是這樣 不要搞錯我拍字 我信開的東西都不會錯 沒有辦法 沒有活力 其實香港如果關心這件事的人 應該更加要用香港僅有的自由空間 去將這件事更加深入討論 提出一些政策的建議 或者將它更加政治化 或者內化為香港的語言問題 或者文化承傳問題 或者文化拖言問題 不是純粹將它虐化為保衛粵語 算數的一些相對比較空泛的訴求 保衛粵語也不是空泛 但我看共產黨的勢頭 不是想不要業餘 而是我覺得它那種目中無人 魯莽、粗暴 就一定要反對 其實你找不到理由 它一定要消滅了業餘 在短期內 好像我和你未講之前 你現在不是研究死 而是病 常來講一定會死 你講嗎 不用講 所以現在香港的時事分析家 或者講那些 經常都是講 知好蔡子雲 他是沒有那個 大力提 他說遲早死 說完 或是不死得生死 說完 他說不到那種互相 即中間的層次 沒有擴張力 沒有那種理論的延伸力 這就是學者 他在東映上 死了以後 你死於這樣 你不早也講 未死時可以講 這不是我的責任 我們做學術要負責任 就糟糕了 我們看看亞運開幕禮有沒有熱劇 好 到時看看如何 有故事 對 有問題 是 我們做事 我們做事 有問題 是 有問題